字幕視頻 李宗盛 每一位表演者 都希望能站上世界的舞台 為了這個夢想 你願意花多少時間 十歲開始 到現在應該 二十年了 十九年了 十八年 我在創團的時候就在了 應該二十年了吧 他們是十股級樂團 經歷上千場的演出 為了在這個世界上 敲出不一樣的聲音 時間過得很快 一轉眼就經過了二十年 從個人想要成為一個 國際的鼓樂演奏家 到樂團的成立 團員的加入 最後在十股文創園區的出現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達造一個 團隊 一個品牌 也希望大家團員在這邊是開心的打鼓 去國外演出的時候我們可以透過打鼓 突破我們之間的語言跟年齡之間的限制 就可以拉近我們之間的距離 現在我們每天都有訂幕具的表演 雖然會累 不過只要我拿起鼓棒 就是一個表演者的狀態 我覺得身為一位表演者 在舞台上的態度很重要 態度不對了 觀眾多少一定會感受得到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出 是在2004年的時候 那特別是在阿里山的部分 所有的樂器都是我們扛著鼓上山的 然後繞完一圈 演下來之後真的很累 然後又很想哭 但是其實經過這些年之後 最難忘的回憶也會是這一場 在這裡成長的每個人 舞台對他們來說 已經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覺得一個演出者 把一場演出做到最好 他頂多算是一個不錯的演出者 但是要成為一個最頂尖 最優秀的演出者 他必須帶著他的夥伴 一起全力以赴 對待每一場演出 在舞台上會跟好朋友一起 就是很開心的玩音樂 至少在這個時候 我是做我很喜歡做的事情 我覺得打鼓並不是用力就好 也不是打得很快就是很厲害 反而打慢才是最難的 不要忘記當初為什麼學打鼓 為什麼喜歡打鼓的初衷 當你站上舞台 就要為舞台負責 為觀眾負責 這裡的工作因為很活潑 也很有生命力 所以我才可以一直在這邊工作下去 那我從小學打鼓到現在 我的兒子現在也開始加入 一起學打鼓囉 他們藉由這雙鼓棒去探索這個世界 用這雙手敲出自己的聲音 我希望我可以打到我不能打為止 我想要把這雙鼓棒傳承下去 好好保護這最珍貴的東西 目前這雙鼓棒還沒有很多人知道 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 可以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藝術這條路不是輕鬆的 但是只要堅持 一定可以走到自己想要的目標 那雙鼓的核心就是舊創新 每一個新的時代上面 它應該有新的一種能量 更新的語彙 我們希望能夠在傳統的基礎下 讓它重新再造 之後呢將它帶到全世界